好 大家都知道能源绿能是趋势 可是股价上上下下 没有信念很难坚持 那黄仁勋一句话 来台湾要100亿度的电 这证明了需求真的很强 可是大家看到 不管水资源 或者回收资源的一些能源股 好像股价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在等什么 是在等队长你 对不对 喊个话吧 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三元循环经济的压项 循环经济 这听起来很高级 ESG 我觉得这是保护地球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趋势基本上 就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资金的一个流入 那股价中就会反映它的业绩 成长跟趋势这样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上一次提到的这个来意跟志强 我们来发个奖状了 基本上来意每一次来都有提 那基本上这一次再创新高 在这个422 主要是Durkers 就是它母公司 还有它本身 它有一个大客户是HOKA跟爱迪达 那我想这个上半年就赚8块多了 所以每一次挫折都只是过程 那大赚早已决定 因为它的业绩跟它的基本面 还有它的本益比如果够低就可以决定 是的 那挫折不要太多呢 挫折有一些 挫折太多的时候 例如说我们上次讲那个RFID的6863 这次也是也回到季线 但是队长一样还是赢债深入 那胜债追踪 那今天因为这个盘其实是跌的蛮惨的 大盘跟OTC基本上都跌到月线 主要是体感温度很不好 对 可是你看我们的字强 男儿当字强 不是这个字 但它还是一样创新高 主要原因还是一样 上半年的这个获利就4块钱 已经公布财报 所以这个基本面是非常的好 那位阶跟本益比相对的合理 应该也是10月1号讲的 是的 那所以回到这个月线 回到月线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个月线 每次月线 月线基本上都是一个买点 因为它的本益比太低 那业绩好了 这个足球鞋网 就给大家来做持续的追踪 好 两党传产股 而且都是运动休闲相关的 好 循环经济来了 没错 那循环经济其实很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ESG 那再生能源就是要所谓的减碳 那水资源 基本上就是做废水的一个水循环 那另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半导体会有很多化合物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重金属 甚至一些回收物 例如说这个所谓封装胶条 或者是所谓的CMP污泥 那今天跟大家来生三元 来跟大家分享三元 那当然这个水资源 其实就是这个股价 几个利基 就是说现在股价 其实大盘在修正 他们股价也跟着修正 那基期很低 他们比大盘弱 弱到不行 那当然弱到不行 如果殖利率浮现 那基本上呢 其实涨时重视跌时重植 那巴菲特先生说 有时候除了趋势以外 买得够便宜 是他这一辈子 这个在坚持在研究的事情 那像这个洪德 也是这个上市之后呢 创新高之后 最近也是频频的拉回 但是是因为有国际大厂的一个力挺 刚刚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过 就是我们的仁勋哥 他说他有100亿的这个力点 你叫我主持人好尴尬 不好意思 跟随一下这个造化美女 造化美女 这个提到 那当然还有这个废弃物的回收 这个部分 是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个仁勋黄董事长 这个他说他有100亿 来要东西 那他说yes I can 他说可以 直接答应吗 他说我们可以做 我们可以 We can do it 那零碳是最终的目标 那既然整个政府要请全力来做 包括太阳能 或者是所谓的风力发电 基本上都是如火如荼 所以能源的部分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虽然中间有一些delay 什么病王也有问题 工程也有问题 然后风力发电 发机出去也有问题 股价也有问题 股价不会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基本面好 业绩做得出来就不会有问题 当然大家要去做筛选 例如说上尾投控 而且他有一些风机的材料 他已经转型了 所以大家要去挑 那另外水资源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台积电 他说他全部 全部百分之百 要使用再生的一个水 也就是说一滴水 他可以回收再用 回收再用 用两次三次 甚至五到六次 所以他还要再继续做 所谓的再生水 那当然像国统就是这个 什么北水南宋 南水北宋 这一些题材里面 基本上我觉得都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政策 还有所谓的国际大厂的一个 support跟资源 那ESG当然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 所以我就不赘述了 原则上先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股价 那这个是他上市之后的创新高 那这一段整理的真的有够久 可是说实话 在这个底部来说的话 我个人认为是在一个相形的一个区间 因为他大家觉得会不会像云豹一样 上市涨很多 就他上市前就先涨完了 完全正确 第一季台积电法说的时候就大涨 法说会的时候 第二季台积电法说 大家觉得要大涨了 他就开始修正到800 一样的道理 他上市之前已经先大涨 所以大家常常有时候很confused 到底是利多涨还是利多出境 还是利多继续涨 所以其实要看相对的基期 相对的基期 当然回去看这个艾伦的技术分析教学 还有朱老师的书 技术分析宝典 你就可以了解 这其实是一个相形区间 相形区间 那其实他的业绩都会在下半年 大家去看 所以其实法轮预估 他今年基本上有10块钱以上 那大家其实就等着 其实最近就做一个量说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部分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算是秘密武器2号 这个是做纯水的一个处理 台湾台积电预用的 那第一个 晶圆使用的这个用水量会增加 这个无庸置疑 因为有些这个跌两成 3D堆跌或者是2.5D 然后先进制产 他使用的10颗液 或者是清洗液就越多 那当然用到的水就越多 所以大家其实以为 台积电工程师 很多电机跟电子机械 其实台积电最多的是 化工材料 仍然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所谓的灶连 6944的灶连 很久以前你有讲过它 没有错 那它原本是预估今年 要从新柜转这个上市柜 结果 那结果因为有一点点这个公安的问题 所以delay了 那原则上它是做一个 大的一个横盘整理 是 其实很明显大家去看 每一次呢出量就攻击 然后呢量缩就休息 OK 出量就攻击 量缩就休息 那我现学学 刚刚艾伦有讲 一根长红棒 1234567 8根都还没有跌破 他有交这个上 对对对 刚刚3% 大家记得重新再回看 饭泉是不是 一根长红出大量 然后放手 七八天都还没跌破 所以这个业绩基本上是非常好 当然其实我比较在意是业绩 但是基本上还是要学习一下 我不要在意它名字有个赵 有赵的臂长 有华的臂长 大家请Google 好好好 有赵跟华的基本上就是 收视保证和获利保证 那如果 好我后悔了 没有掌勤打电话 我后悔了我不讲 开玩笑 那它这个去年赚17块 那今年上半年 这个配8块 这个是配现金跟这个股票鼓励 那因为它的股票比较少 配股票鼓励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喜欢这个股票 他对未来成长性有信心 对而且其实公司在法术会上有提到 其实未来三年 包括宝山台南跟高雄 他们的业绩是无语 所以这个很纯 这个纯度是很高的 台积电运用的 在省水资源 那这个当然就是压箱宝 这个是很新 这间公司叫做 那这个当然就是压箱宝 这个是很新 这间公司叫做 先倒着看 叫做这个陈信 陈信叫6969 我这线型你要怎么解释 这个线型不用解释 因为它刚新贵 上创新版 抱歉 刚刚上创新版 这个名字不错 6969 陈信 是 是 现行不用解释 因为为什么你看 一上之后就 1234567 天生万物以养人 我无一物以暴天 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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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涨七根 没有 原则上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资本市场 对它的肯定 是 那涨多 当然有休息 但是其实 以黄金切割率来说 只回到了0.5个 你不要让我用求救眼神 你一直看台下 朱老师跟艾伦 解释一下产业趋势跟基本面 那因为它 盖场的关系 还有创新版的关系 还没有赚钱 而且成交量比较低 也跟各位观众朋友 做一个小小的提醒 只剩下66张 But But 它是我们刚刚说了 除了能源 水资源以外的 废弃物回收资源的一个重中之重 那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间公司为什么重中之重 很简单 我们先看这个 它做的是晶圆厂的生意 当然台湾几个大的晶圆厂 T厂 封装厂的生意 例如说这个细品日月光 这个所谓的球形的这个二氧化石 也就是说封装之后的胶条 还有 晶圆这个所谓的废弃物的污泥 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这个半导体制成之后的CMP污泥 那它怎么做出厉害呢 也就是说举例这几个龙头股 这个我们也顺便带一下 这两家也很有名 8422的可宁卫 长期许多人是在做存股 它是废弃物固化处理市占率九成 然后有做这个炼油厂的这个所谓的共生的这个水的一个标案 那过去几年配发的这个现金股利 基本上也都连续很多年都赚超过一个股本 是 殖利率很高 那基期很低 对 那它跟陈信 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它做废弃物的处理 是 那它做的是全台湾的生意 那后进者 都你看这个市占率这么高 对 那这个中顶是做水的这个回收 还有焚化炉 其实大部分做焚化炉 所以你把废弃物固化跟烧都有人做 都卡好位了 就像最好的财经节目就是这个理财达恩秀 别人没办法做嘛 那怎么办 另辟蹊跷 他去找台积电 产业有可以啦 节目我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没办法啦 所以陈信这种公司他们要另辟蹊跷 没有办法做全台湾的生意 那我们先把这个补充完 6803的昆鼎 做焚化炉 那他也投资蛮多公司的 我还蛮意外 他最近其实创了一个低 但是低档的人接种 对还蛮意外的 低档的人接种 大家特别留意 那殖利率我刚刚算了一下 已经回到了这个5%以上 他也是属于这种 那去年你看赚16块 配14块 所以如果存股足 然后喜欢慢慢买 有些猎人喜欢开10次枪 他们说他就是存一点存一点 或者是定期定额 然后呢这种固化的啦 废弃物处理的 长期多年以来赚的 EPS都要一个股本 他到了所谓的殖利率的甜蜜点 是 殖利率够高股价够便宜 你其实可以试着开枪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安全 属于安全 当然你喜欢刺激的 刺激的就是这个 刚刚讲了 好 我说另辟蹊跷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做那么多 这个所谓的固化啦 焚化 他就去找台积电跟日月光 所以大家去看他们公司的经济阶层跟大股东 大股东有两个厉害 是 一个是日月光 另外一个是新印材 是 那新印材是跟台积电关系不错 也就是说他直接就跟最大的晶圆代工厂 跟所谓的封装厂去合作 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高门独期啦 你说CNP污泥还有的这个 唯一的没有同业竞争 没有同业竞争那九月的营收呢是创历史新高 是 所以公司因为刚挂创新版 然后呢也没有赚钱 是 那营收大概也就是两三千万 可是因为他的客户 还有所谓的这个几个一线大厂 我觉得大家不妨 当然就是因为成交链有关系 就小量 是 有些人喜欢去做这个衣材 有些人去做新药是不同的逻辑 是 新药可能就是去赌一个到底解盲成不成功 那保养品或衣材就是这种就比较属于 他没有赚钱 但是他是比较这个刺激的啦 所以这个部分给大家来做参考 好 其实讲到日月光嘛 很多年前他有在排放污水的问题 对不对 那时候轩然大波 很多年过去之后 他现在也是符合ESG规范的 交给专业的来做 对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协力厂商来帮忙 没错 神经实业就是供这一块 但成交量都比较低 大家就斟酌看有没有兴趣 没错 了解一个产业 非常谢谢产业队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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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